銀行大砍貸款程序 那順帶各位跟我們講一下 那這麼一砍下去的話 且不是更多的斷頭潮要出來 您的投資、您的投資客 有解決嗎 都沒有解決 都沒有解決 因為我們還是找親戚朋友 人生才買這一間 所以還是帶八成 我必須跟各位介紹兩個教授 一個叫做孔夏修教授 另外一個跟各位介紹的教授 叫做張立席教授 永遠每一個禮拜都會出現 這個叫做孔夏會下手 下手、下手、下手 我已經聽了四年了 這個月全世界主要國家 二十個國家都在降席 只有台灣要升席 叫做張立席、張立席、張立席、張立席 神經病去吃藥 不要在乎啦 反正我還是帶八成 我還是立席兩個% 他在含五年 五年後還是兩個% 所以我們今天給大家看到的 這個是天下雜誌的國情調查 最新的 你看喔 他問的問題是政府的大方 你認為這個政策是有效還是沒效 受訪的民眾有八成 百分之八十一點八 說沒效呢 對啊 減少投資客 連我自己都不承認我是投資客 我下面的朋友 也沒有一個是投資客 全部都當自助 我們沒有承認我們投資客 所以投資客台灣沒有投資客了 所以你的意思說今天他砍這個所謂貸款的陳述 一般老百姓大家娃娃真娃 我要去清廚 結果噴到狗狗 口袋不夠深 忍痛給他斷頭 你們沒有害得到 因為在櫃台前面站在那邊 你們都是無辜的首購族 對 我們本來我一個人跟我老婆 就一個人購買三間 六間 現在是找同事 找朋友 一個人買一間 根本沒有影響 我們現在限制貸款是在 限縮貸款是在99年6月 已經4年半 奢侈稅100年6月也是3年半 那我們還是在大八成 然後我們的奢侈稅 房價還是在上漲 所以都是一場誤會 可是算過頭 我聽說 你以前做的都是那種零製備款 可是你現在開始做要製備款了 你怎麼會沒想到 我們就是準備兩成 代八成 現在大家在討論說 房地合一 政府本來一個階段式的最高 刻到45% 現在說統一 拉下來變17% 人家說政府你喊假的 你打房打假的 這一個我跟張金鶴好朋友 我們同一立場是這樣 我們新的稅率是 這是舊的稅率是5%到45% 對 這是原本的版本 新的稅率17% 我們我們也可是假設你做多少錢 兩個會平衡 也可是在308萬的時候 減掉基本單身漢是27.5 再乘上17%等於36.5 用舊的稅率來跳是 換計畫說你一年在房地產的盡力 假設一兩百萬你寧可這樣跳趴 因為只跳5跟12 你幹嘛跳17 假設你是玩土地都玩一兩千萬 45% 當然是要17% 所以這是原來的版本 這17%是後來的版本 17%照你這樣解釋 不就是截憑繼父囉 對啊 我們都賺 我們都賺幾十萬 一百萬 我們當然希望是5%跟12% 這個有一個比例 小偷本來判一年 搶劫本來判20年 現在小偷跟搶劫通通判10年 那大家不要當小偷 全部去搶劫好了 所以房地合一看起來 對你們來講沒有差 那奢侈稅呢 有該對嗎 奢侈稅是一場誤會 奢侈稅全部都扣到自助的 因為我們是要當投資客 我們就會去允許法律 法律只保護懂法律的人 我們都知道奢侈稅 我們都找人買了以後自助 然後裝網以後再賣 你就自助嘛 水電瓦斯都要打開嘛 你怎麼規定我們都會 不然你就放兩年再賣 所以繳奢侈稅的人 通通都是自助在繳 投資客沒有人繳過奢侈稅 假設你繳了奢侈稅 會被人家笑 既然身為投資客 怎麼這麼不專業 所以奢侈稅是專門應付自助用的